歡迎收看 剪的會 我覺得到了一個新的地方 到了一個新的國家 第一件事情最重要就是要 住哪裡 住真的很重要 機能啊什麼的 對 然後像我前陣子 在找要租房子的地方 因為我有養一隻貓 你知道養一隻貓要找的房子有多難 因為很多人不願意租給有養寵物 但是你仔細想想 有時候小孩會把你的房子弄得更亂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有時候去有些地方 他有布家具 但那個家具都被小孩 亂七八糟 畫畫畫 牆壁也是 媽 頂多抓抓你的沙發而已 所以我就常常想跟朋友說 小孩更可怕 他有機會 拿車撞牆 羊蟲物料租房子超難 所以我覺得租房子 買房子真的是很難 你看像我們在台灣人 我們身為台灣人 在這邊都遇到這麼多問題 我們的外國新住民朋友們 在台灣不管是租房子或買房子 選房東一定也遇到非常非常多的問題 對不對 接下來好好聊聊 你們在台灣住有哪些問題 歡迎大家 歡迎大家 好 第一 我們旁邊有個板子 當外國人在台灣租房子或買房子 這些事讓他們非常的傻眼 第一條就是 冬天沒有暖氣 台灣的冬天 三千元 三千元 對 其實是冷氣 很冷 很冷 房價供低 是有暖暖的 對 常常冷氣按鈕 上面有暖氣 但開出來還是冷氣 這個是誰 沒有 我要講 因為他們常常是濕冷 然後多認真很不舒服 然後我們在英國 我們每個家就一定會有這個 而且就是 每個房間都有 連走道都有 所以你進去感覺就夏天很開心 而且像你剛剛提到冷氣 那個吹那個風 不知道為什麼 會覺得房間很悶 但我覺得開這時候就比較不會那麼悶 然後我就真的在台灣很少看 台灣都是冷氣 但英國沒有冷氣 英國有冷氣可能要去圖書館 就真的很少看到 然後有一個東西我很想念 我覺得台灣其實很需要 就是這個 它是通常在廁所會出現的 但它擦掉會發熱 所以你的毛巾掛在上面 很快就會乾 然後冬天的時候 你微溫溫的很舒服 然後最後也是 因為你毛巾如果像在台灣 我覺得很多廁所不通風 一些又潮濕 你那個毛巾常常很難乾之外 又很容易發臭 會臭臭的 對 可是我覺得這很需要 這個毛巾乾下去很快就乾了 所以你覺得台灣的房子 應該需要有這種東西 對 我覺得每個廁所都應該要有 真的 要不然我們的廁所都會長香豬 對啊 對 對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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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很多廁所都沒有房子 都是室內的 對啊 所以拜託可以廁所裝這個嗎 我好想念這個 喔 而且真的那個擦手的毛巾 也是用沒多久就開始好重 對 對不對 臭很 對 我也沒擦什麼臭東西 假的味道 好吃 還有誰會覺得台灣沒有暖氣 我也認同 因為我們在奧地利也是沒有冷氣 鄰居 對 鄰居 然後我們現在每一年夏天會越來越熱 溫度越來越高 可是我們就是以前不是這樣 所以家裡都沒有裝冷氣 現在只有有錢人開始裝一些冷氣 而且我搬到台灣之後覺得 冬天沒有暖氣更痛苦 因為台灣又是 像Natalie說是濕冷 所以有一天晚上我覺得 好黏喔 全身都黏黏的 每次一上床 覺得那個被子永遠都不會乾 對 而且每一被都覺得好重 對 很好吃 然後有一天晚上就是半夜我受不了 我就爬起來去那種24小時家樂福 買了廚師機 因為我家是樓中樓 所以我開暖氣 我也沒有暖氣 然後想裝也沒有用 然後買那種 這個插電的那種飄想 好棒好開心 一回到家插進去 那個大概十幾公升吧 不到兩個小時就裝滿了 對 裝滿怎麼 他們每次裝滿開始唱歌 就趕快去倒掉 就哇好多水 這空氣面好多好多水 覺得這個又不會很耗電 然後就舒服多了 對啊 保濕 保濕啊 台灣那個收集水的速度 我都常常覺得 如果有一天世界幕還有店的時候 不怕沒有水喝 對 因為我每次都覺得 這是礦泉水嗎 對 對 而且我起來看一下 現在怎麼就這麼多 超多耶 我覺得這水到底哪來 對啊 一天天一桶耶 真的很多 我想說想要出一個那個品牌 叫做什麼天水 我要來註冊一下天水 我要來註冊一下天水 這生意可以做 沒有辦法 就好痛苦 第二條是 租房子買房子 不一定要透過仲介 這個是我講的 這個仲介 因為我覺得這個 跟美國最大的不一樣 就是在台灣你不一定需要它 是 但是如果說要講到美國 這個一定要有 因為它給你很多 法律上的保障 然後如果說是你自己有房子 要租給別人 它會省你很多麻煩 因為它可以去調查那個人的財富 或者如果那個人曾經有壞的紀錄 比如說有些房客有孩子 吸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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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貓 養貓 養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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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還兩個 對 那才什麼星座 而且你的主要是你的財產 因為他很關心這個 就是我要做給什麼人 我要確定他可以 他可以每個月付出這個金額 所以這個非常非常的重要 對 然後台灣很奇怪的就是 我現在買的房子也是用仲介 可是不是仲介介紹的 他本來就是在路上有個牌子 什麼看三樓 對 是這樣 可是我覺得台灣人很奇怪 就是買給我房子那個人 他一定要在 對 看房那時候 對 對 我們進來 是我自己跟我女兒 那時候我記得我先生還在美國 所以就是我們兩個人 還有我鄰居 因為他是跟我說那個箱子裡面 好像有房子賣 我說你怎麼知道 有個板子 可是沒有仲介 對 然後我們就安靈 他說好來你 你上來看 給你看看 然後我們到哪一個角落 他就跟著 跟著你走了 對 對啊 因為我看那個美國 又有一個仲介的節目 對 他們都會自己進去 然後好像那個屋子沒有人的 對 好乖 而且都複製得很美 對 你還可以在討論說 對 房東都會跟著 對 這個 在隔邊是水利署的 也是很穩定 對 不敢亂來 有的房東還會說 上一個租我房子 他 所以 誰好 誰好 我 住我這個邊的人 都是最多移民的 對 我快接近要決定 買這個房子的時候 黃仲孝說 你一定要讓我父母去看 我覺得好了 尊敬長輩 讓他們上來 從屏東很遠上來 結果我公公 他懂得水暖工 這方面 水電 他懂得 對 所以他進去那個廁所 然後他 敲人家的場 就像買西瓜一樣 因為水 那個地面上有水 我要確定沒有漏水 然後那個房東一直強調 不漏水啊 我們說好好不漏水 可是他 還是 敲一敲 對 所以有時候 有些人還會敲牆壁說 空心的 空心的 水管走這邊 對 很像 對 我們都會很想要這些配備 好 因為像我以前 日本念書的時候 我有住房的經驗 然後這一陣子的話 就花很多時間 我們要在日本買房子 所以其實日本的租屋跟購物 跟美國是一樣的 它都是一定要透過中介 好比說你在日本你買房子 他們交易的所謂的手續費 就是他們抽成的比例 都是政府規定的 規定的 規定的 所以是沒得談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 你們到日本買房子 一定要記得 他們的手續費 都是3%加6萬日圓 如果你看到這個數字不符 這個那表示他就是要 困擬 這是規定的 不管你走到哪 不管到 從最北的北海道 到最南的九州 都是一樣的 都是一樣的 那再來我後來 因為我這一次去 就是我去 因為我是準備要在北海道買房子 然後呢 就無意之間 就是直接就殺進了一家 他們當地的一家 這種房屋仲介 然後聊聊聊 之後才知道就是說 原來他們為了要讓這所謂的房市 能夠不要被所謂的炒房 他們有一個他們房仲的 自己的一個銷售平台 這個平台是連接全日本所有的仲介公司 好棒 而且他們的房子是聯售 而且價錢就是公定價 就是放在那個地方 所以你不管到哪一個房屋仲介 你只要看到同一個建案 它的條件它的售價都是一樣的 這樣好棒喔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買房子就是說 你會 你會很有保障 而且你不用怕被人家坑或者是什麼 當然 殺價這件事情就是看自己個人 但是我覺得就是說 至少就是你購物的條件 對不對 什麼的我覺得都非常的安全 而且他們都是 所以在日本買房子是可以殺價的 其實是可以的 但是像我的經驗就是 我們不會去動它的所謂的手續費 跟抽成 我們會去動它的總價 總價 那當然這個到底能不能談成 其實也是 你不能直接去跟房東談 你就是還是要透過所謂的仲介 然後再去跟房東去談這件事情 對 而且他們房東其實都很介意 也是很介意買房子的是誰 再來你買來的目的是要幹什麼 好羨慕喔 他們的措施就是比較那個 真的喔 台灣可以參考一下 好 接下來買房租房還有什麼問題呢 押金好便宜 好便宜 好便宜 台灣的押金好便宜 Gina也在點頭 其實因為押金 台灣的押金很便宜 所以我來台灣的 你是被押金逼到台灣來的 我在 其實我的意思是 那個要開店的時候 如果我想要開餐廳 要租地方 那押金在日本就非常的快 我本來是想要在日本開店 然後我要找地方 找到一個地方 然後就他說 押金十個月 十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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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個時候的房租大概多少 你記得嗎 我記得好像大概 因為有一個餐廳 大概三十萬到四十萬利幣左右 所以你要準備四百萬日幣的十個月 對 可能要超過這個錢才會開店 那我就直接買店面就好了 那你已經是投機款了 你一定要賺錢 你一定要賺錢 對啊 因為對房東來說 如果要開餐廳的話 可能他的收入不穩定 可能他突然有生意不好 要離開 可能就沒辦法收回來很多錢等等 所以他們要保存 大概平均就十個月 十個月 去哪裡都一樣就十個月 十個月 我覺得非常的貴 然後我就放棄了 我要在日本開店 然後要去國外看看 但那些錢你退租的時候 房東也會還給你吧 不一定 這個裡面是有一個問題的 如果我一般住房子 我住在那邊 然後就要 的話 押金基本是兩個月 比如說我簽約兩年 兩年之後 這個兩個月的押金 應該不會回來 不會 不會還給我的 或者 不可能一百八還給我 為什麼 因為房東一直都這樣 有到沒的 可能就要償租 對啊 已經住在這邊兩年 然後廁所可能要換 好 我遇過 我遇過這樣 今天影片結束了 請大家記得訂閱 按讚還有開啟小鈴鐺 再來